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全球的观众朋友准时收看姻缘小剧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是一部 非常重要的纪录片《竹巢人》 我们请到的是相当优秀的年轻导演 沈可尚 沈导演在节目当中 要和我们来谈谈他的拍摄心情 谢谢导演来 感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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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爸爸 他有很多的习惯 我们要那么多 刚刚你这边花笔记 会不会要说 你是不对的 你还跟姐姐道歉 我们终究不是一个 很有那种伟大性格的 终究是一个一般的人 今天生日不愿意 有时候会用声音制作 这种人只要过多解决 可是没有选择 你不要跑到 不可以 你在这片子里面三年 其实有很多很真实的部分 你其实还是把它忠实地记录下来 我觉得这次纪录片很珍贵的一个部分 也是导演和愿意拍摄者 他们的勇敢的部分 你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谈谈 其实这真的就像 它可以更扩大成是我们生命的层面 当我们在非常亲近的人面前 遇到这种暴怒 或者是情绪冲突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子去共处 那能够共处下来 其实我看我父母争吵一辈子 可是他们一辈子也是不离不弃 可是我觉得 这已经不是用什么教育的方式去能够去解释他们中间的真爱 所以我看到的是那个人性的可贵 他们争吵 但是他们互相彼此接纳 而且是不离不弃 一辈子 那这就是我们上一代的情感 所以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谈 你就以一个旁观者来讲 你怎么去看到他们父子之间这样子的一种共同体 生命共同体 而且是完全不能够抛弃的 彼此都不能抛弃彼此 那这个中间的一种爱和你的 你看到这样 你怎么去记录这个部分 他们这种非常冲突的场面 像每次我看到他们冲突的时候 一开始我总是胆战心惊 胆战心惊 觉得这个实在 而且第一秒就会立刻去制止 就是很自然的反应 因为这孩子那么大一只 爸爸这么小一只 然后孩子他的情绪一旦出现的时候 他其实没有太多可以控管力量的方法 所以我记得第一次看到的时候 都会非常非常的神经紧绷 然后去制止 然后慢慢地我发现 其实会有一些极致产生 就是这个孩子 其实他也并不是说 我要打我的爸爸 并不是 而是有一些东西 可能超过他的预期 他一下子不知道 他的情绪要怎么处理 然后爸爸可能也慢慢知道 当有这样的状态的时候 那我现在是让他打一下 好让他解决这个 对 然后该怎么防卫自己 都会变成一种习惯 然后就像我的位置 也会慢慢变成从 很着急地去拦阻 到我可能会去稍微静下个 我后来发现 我可以忍受约莫三秒钟 对 三秒已经是我的极限了 就像我后来 常常我也会直接回去问这个孩子 在发生冲突之后 我也会去问这个孩子 虽然他的情感沟通 或者口语表达 是有困难的 但是我也会尽可能 用很具体的方式去理解 此时此刻他的感受 他希望怎么做 他其实是很希望爸爸原谅他 因为他其实也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是啊 因为他也会自己在隔天 常常会自言自语在那边监讨 你不可以这样子 对 只是他没有办法控制 他没有办法控制 但是他知道这样子不对的 那就像爸爸 爸爸也常常在很挫折很挫折的时候 会讲出非常非常气馁的话 那个气馁到真的会让人觉得 好 很难过 对 但是同样的 第二天可能又会说 但是没有办法 没关系 我们再试一次看看 再试一个 再继续过生活下去 所以这样的东西 日复一日日复一日 对我来讲 就像我认识的很多的特殊孩子的父母亲 或者甚至家庭有暴力的那些孩子 好长大 就是我会觉得有一些东西 它就是一个 好像是被试炼过的爱 对 就是爱好像是需要经过很多很多的历程 你才知道那个爱究竟是什么 然后你会发现那个东西好像很天然 那种天然的爱 有时候你会油然而生 你不知道它从哪边冒出来的 它就会在 对所以对我来讲 那个已经超过什么 父爱啊 或者亲切的爱 那个东西有一点就是 人和人一种很本能的 就是依存关系 你需要我 但其实某一部分 我也一样需要你 对 我觉得他们一直在学习这样的东西 嗯 对 来 上升 快 来 来 喝一个 要笑一个啦 今天生日 不然明天 明天就没有蛋糕吃了 昨天生日快乐 过生日不快乐 姐 天哦 り父子 那这样子 消了 你那個姐姐生氣 你知道嗎 今天生日不快樂 你為什麼還滿髒話 你會認為說一個拍攝紀錄片的人 跟他所拍攝的對象 應該保持一個什麼樣的關係 因為我們有看過 像有位導演他跟長期拍攝 一些在台灣工作的這些費用 後來變成很好的朋友的關係 是到了菲律賓去 再去看他們後來的生活怎麼樣 我們會覺得是一個很 很開心的一個過程這樣子 那會有紀錄片的專業的人 會覺得說 好像應該保持一個距離嗎 還是怎麼樣 你可以談談這個部分 我自己曾經有覺得 好像應該要保持一個距離 因為我會覺得 紀錄片在某個程度上 它代表一個作者的眼睛 作者這個眼睛也替觀眾決定了 怎麼看待這件事情 或這個觀點 或者這個世界 但是後來我慢慢發現 好像不是 我覺得作者願意 花你的青春跟時間 在某個程度上 是遠遠小於被色者 願意很無私地把他的生活 他的生命 貢獻在你的身體前面 那個彼此之間的關係 是一個高度的信賴 然後也是某一種生命時間的交換 所以慢慢地我現在認為 我沒有辦法和被色者切割 所以現在有時候 我現在想到立夫八或者立夫 多少有一種莫名地 從一個被色者的對象 開始慢慢變成 至少是比朋友 再親密一點的感受 就會很在乎他們 每一天還好嗎 有收到什麼樣的訊息承受得住嗎 就不太再是那種朋友而已 就會希望好像交換更多 對 因為他們已經貢獻了他們最重要的 那我覺得 會想要真實的陪伴吧 在片子之外 這叫什麼 這毛頭在幹什麼 這叫什麼 這叫什麼 你們快拿了 好大眼睛喔 好大眼睛喔 鬥魚 在哪裡 找找看 欸欸欸 鬥魚在那邊 鬥魚在那邊 我找到了 搞的 好大眼睛喔 欸七隻啊 有八啊 八隻 會打架嗎 不會啊 他們是好朋友啊 他們會想起很高 導演你也是一個藝術家 所以我在想說 你怎么看立夫 他三十岁的躯体 然后有十三岁的心智 但是他在这个里面却藏着一个 非常高的艺术的天分 你说他画画非常的好 其实我们去观察所有的艺术家 他在某一个程度上面来讲 他跟外在世界沟通 确实是有他的困难的 他必须要关闭在自己内心 非常澎湃的世界里面 但是他所出来的那个情感的能量 确实对于世人来讲 是精彩的 是有救赎的 所以你怎么样子去看待立夫这样子 有一个亚斯伯格症这样子的一个病症 他会情绪无法控制 他甚至会伤害到自己的亲人 但是他又有一颗艺术的心灵 我想在近代的历史上面 很多艺术家都是如此 你如何去看待这样的艺术家 这样艺术家的身边 都有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陪伴者支持者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 你怎么样子去看这件事情 我曾经在瑞士的洛桑 然后看过一个原始艺术博物馆 然后那一天我原本是抱着观光的心情 想说去看个一两个钟头吧 结果一进去 一整天我都一直到我被馆员赶走 说我们下班了 那个博物馆里面没有一个伟大的画家 一个都没有 但是那个馆里面在展示的作品 全部都是亚斯伯格症 自闭症者 甚至是精神病患者 或者是关在牢里面的人 但是他们可能就是他们做的创作 那时候我感觉到就生命的能量 其实是很复杂的 很复杂的 他们都没有受过什么训练 但是他们就以素人的一个姿态 去专注地描绘了他们认为的生命 这件事情让我有一点点启发 就会觉得人本身的本质上就有一个创造性 那个创造性你可以透过各种媒介 但是人有一种天赋 就是你生来 可能老天爷有给你一个好的天赋 然后那个天赋它会变成 有的人就是用艺术的方法 那我觉得像利夫这样的 或者其他艺术家 我觉得艺术最本质最本质的就是 你有异于常人的专注 专注在某一个你认定的创造里面 那我觉得像利夫他就有这样的特质 对所以他做的东西 即使他可能没有受过训练 我并不觉得他是一个 哇一看觉得要登上艺术殿堂 我并不认为 但是他绝对是一个日复一日 充满创造性的 不管叫绘画或者造型艺术 他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 那甚至我的时候觉得像这样的基因 就像他爸爸的固执一样 我一开始会认为 那可能是所有的亚斯伯格共同的特质 就是他们有一个固执性 能固执 对 有的人就是很着迷看园的东西 有的就很着迷收集什么货材和汽车 有的就很喜欢数字 就是所有这些东西 就是如果我们觉得那个东西 好可怕不要这样 那跟正常人不一样 不要这样做 我就觉得他们也辛苦 那是他们很快乐的唯一的来源之一了 他可能就是每天去看火车 或者是听火车的声音 他就是很快乐 那为什么不让他去把火车声音录下来呢 录下来之后他说明可以干嘛呢 就是我的意思说 一旦你去尊重他那个固执性的时候 他有可能就会变成一种创造 我不敢说他是不是艺术 但是我认为觉得是一个创造性的东西 那同样的 我就像立夫爸去照顾这样的孩子 而且常常在处在一种 有张力的状态底下 但是我觉得他在某种上 好像也把他和孩子的关系 当成一个创造吧 对 就是我也很固执 我就是不相信 就是用我自己的爱 我没有办法雕塑出我们的生命 没关系 不管你怎么变 你变 我也会跟着变 然后你不足的 我会帮你补足 然后我快不行的时候 我在不行之前 我会给你说support 其实我觉得他也在创造一个他 他的创造 创造一个他生命的样子 然后我觉得像立夫 虽然他是个expert 但是我并不觉得他感觉不到 我觉得所有的自闭症者跟亚斯伯格症者 就容易被人家误解的好像是 他们永远都是情感很疏离的 对 他们不会表达 他们表达得不擅长 但是他们其实感觉得到 他们感觉得到 他们感觉得到 所以你和他之间是不是公平的温暖的 是不是有进度的 有在靠近的 这东西他们有直觉的 是有感觉的 所以我觉得Divou Bar也可能在 创造他的希望的理想的 这个潮的生活的样子的过程中 也感觉得到这个东西有改变 对 所以我觉得生命本身 在他们的身上体现 我觉得就很像艺术 对 就是我们不断地去把生命中的感受 透过我们认为的表达方法 就把它做出来 然后这个做出来不是一次就结束 它是一种固执 它就是我对生命有一种 绝对相信它会越来越美好的一个期待 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他们的 两个生活很重要的写照 我慢慢我的教育就慢慢地改变了 以前我是站在我的想法 在看这个孩子 应该这样讲 他有很多的习惯 是我无话龙的 不但是我 我许也许是一般 等等都无话龙的人 他会捡很多东西 他以前是捡过马桶盖 捡过只要图形的 我们家隔壁工地 捡了数百块瓷砖回到家 慢慢洗 然后堆积在那边 我告诉他你要一块 他说 他就是要那么多 只要按照我们正常的想法 我就是要你一块 再啰嗦 我就被鞭了 再啰嗦 是我被鞭不上 在台北一个人送过饭 突然叫 天纳 我那时候我的心情 也十分很古杂 那个时候家里有一个在一边员 我记得 刚开始 完全不知道 也没有老师什么 我把礼物送过去 我要离开的那个时候 我把这位老师 抱歉 抱歉 我把他拿一支照片 我心里算 所以回到飞的之后 我们就花很多时间 这过程我想很多家 都经历过 就是这样的方向 现在整个处理 对 很棒 画的很好 画多久 这样画的 几点 三点 画三点 对啊 其实我 我蛮感动的 因为不管 我们就以电影的心事 来看这两位演员好了 是 我真的觉得 他们算是 真正的生命当中的艺术家 我觉得艺术家 就是有 拥有一个赤裸的灵魂 而且他就是如此赤裸的 把他的灵魂 呈现在你的面前 所以我一直觉得说 这样子的演员 他是真实是在生命当中的 一个艺术家 用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 来展现他们的灵魂心事 那我也想知道就是说 其实你并不是在一开始 就喜欢拍摄纪录片 你甚至很讨厌纪录片 可不可以跟我们讲 为什么你会这么讨厌纪录片 你不讨厌纪录片 因为我觉得我一开始 讨厌纪录片有一个问题 就像我一开始 很怕自闭生者一样 我不了解 我不了解 对 因为我在我年轻 学电影的那个时候 我以为纪录片就是一个 是真灵宣导片 或者报导片 这件事情让我有一点点迟疑 或者有时候觉得 纪录片总是在讲一些 好像很惨的人 生命很悲哀的故事 好像要企图去赚取我的眼泪 然后我就会觉得 这个好像跟我的本质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我当初学电影 我是期待去说故事的 而不是去报导谁的故事 但是直到我开始真的去接触纪录片的时候 我发现反过来 就是这些人的生命 其实提供给你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更写实的 而且更能力的一个故事素材 然后你要拿到这些素材 拿着心安理的 并且让这个素材变成一个对的 说故事的内容的唯一方法 就是你必须要把自己很赤裸地展现在他们面前 那在这样子互动里面 我会觉得突然之间拍片就不再只是一个工作 它比较像是一个好我生命这个阶段的某一个学习 所以纪录片开始变在对我来说 从一个报导片的想象 变成一个越来越有机的 它像是一个很有机的媒材 这有机的媒材里面包含被设者 包含观众 包含作者 对 这个有机的东西一直在变动 突然它变成一个活性的东西 那这活性的东西其实讲很简单的 就是我觉得纪录片就是一个世界之窗 或者它就是一个让不同的人 透过纪录片去理解其他的人 对 所以这个东西慢慢让我觉得它本身就是故事 对 所以我开始会觉得在拍纪录片的时候 我会喜欢把我受过的训练 或者得过的一些美学上的想法 试图不要用那么报道的方法来拍 然后试着用影像的语言来传递一些 不管叫做美学上 或者它的叙事的方式上的一些表现 同样的 我拍剧情的东西的时候 也开始会很自然的要求那个场景 要求那些演员 要求他们之间的对话 他们之间的氛围 必须要被磨练出一个 就是如同纪录片一般真实的 对 所以他们常常要演一场戏 他们必须要花很久的时间 对 去讲台词之外的话 对 然后台词之外的话 要磨过很久很久之后 才会出现一个 方向是对 但是可能台词已经变了 的一个比较生活感 写实感很强的东西 对 所以这两者之间 剧情片跟纪录片 其实我觉得在我的创作的历程中 在彼此很奇妙的互相影响着 而这个当初绝对是我不知道的 在我当初不喜欢纪录片的时候 对 因为当初会去拍纪录片 就是因为 我那时候没有电影可以拍 然后想说 纪录片好像也可以说故事 试试看吧 对 但没想到就是 我从纪录片身上 从纪录片上面学到了很多 然后这个东西也在默默的影响 我要去拍剧情片 对 所以这就生命很奇妙 就是 一定有人送了你一个大礼物 让你享受生命的这么特别 对 我觉得是 对 老天爷会送你一个好礼物 是 我们要非常谢谢导演 来到这个节目当中来 辛苦了 我想这部片子相当有价值 也谢谢你对于 这个电影艺术的贡献 我相信一部好电影 确实是能够影响全世界 而且能够改变人心 非常谢谢 谢谢你的作品 谢谢 感恩 谢谢 我们的节目时间到了 我们要非常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更要感谢的是 文琦导播 电台所有的工作人员 音乐小区 我们下次再解干